- 韓國男團Astro成員文斌 嗨 我是小木 大家應該都知道韓國男團Astro成員文斌 前陣子在家中突然離世 很多粉絲都感到非常震驚 其實之前文斌就在直播有說過 希望我能恢復之前錯過那些 一定要讓粉絲感到幸福 因為這是我選擇的職業 我應該要承擔 不少韓國粉絲看完後都感到非常心疼 在韓國演藝圈中 許多偶像從小就進入經濟公司訓練 幾乎沒有演藝圈以外的朋友 每天能見到就只有經紀人、化妝師和隊友 連家人都不見得能常見面 要熬過幾年實習生才能正式出道 文斌就在11歲時出演過東方神奇的MV和電視劇 媽媽 千萬不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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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經過八年訓練 一偶像團體Astro成員稱道 團體Astro是西班牙文 意思就是星星 寓意是希望能成為所有粉絲心中的星星 說到前他們參加真人秀節目 進行宣傳活動 我們來為了嗎? 大家好,我是Astro! 我是Astro! 你們在哪裡準備好了嗎? 我們原來在一起 你們끼리做的嗎? 對 我很好聽 我們就說,我是驚喜的 這首歌是Astro的OK準備完了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於16年2月正式出道 以清新、陽光和青春為特色 推出首張迷你專輯Spring Up 音樂風格融合為流行胡椒和嘻哈的音速 而隔年呢發行主打歌曲 BABY這首輕鬆甜蜜的歌曲呢 是Astro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深受年輕歌迷的喜愛 到了18年呢 Astro在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等國家 進行了粉絲見面會以及世界巡演 公開專輯RiseUp的收錄曲 By Your Side 當然這首歌也是台灣粉絲在新莊紅繪廣場 追到文林池現場合唱的曲目 當然Astro的代表作品還有很多 像High & Sick還有Breathless 那這樣的成就呢 當然就是在這個韓國演藝圈的高壓環境磨練出來的 文斌在這個月19號被發現在家身亡 而這個消息震驚了全球K-POP粉絲 而近年呢有許多年輕韓星英年早逝 像是聚合啦 是女團K-Rally高人氣的成員 個性深信活潑她呢是綜藝節目的寵兒 曾參加電視劇《城市獵人》 後來獲得2011年韓國SBS演技大賞的新欣賞 當時她的好友雪莉離世後呢 她曾在Instagram上貼文寫道 在那個世界裡 雪莉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活著 當時聚合啦與前男友正進行官司 後來她極端的選擇呢 可能來自生活中的多重打擊 而剛提到雪莉呢 童星出生的她 15歲就以Fx議員出道 多年備受粉絲大眾喜愛 可是14年認愛後呢 迎來外界正反兩極評論 後來退團的她呢 人氣持續下滑 最後雪莉幾乎做什麼都會招來口舌 就連PO個IG日常生活照 也會被網友謾罵不斷 最後飽受抑鬱症的她 於19年10月被發現在家身亡 而雪莉的好友Iu 在2020年推出與BTS成員 合作的單曲8 8這個數字呢 代表Iu與雪莉八年間的友誼 歌詞中呢 不斷反复唱 Forever We Young 以及 Are You Happy Now? Finally Happy Now? 都像是在對好友傳達無盡的思念 單曲一釋出呢 就恐降到 韓國五大音樂排行榜冠軍 輕快的旋律呢 略帶點悲傷 複雜情感 擁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而歌詞呢 雖然都在描寫 歡樂的場景 但最後呢 出現了惡夢這個詞 雖然場景很美好 但現實中好友已離去 自己卻永遠都不可能 再見到他們 那前面這首歌就獻給大家囉 也獻給這些離世的藝人 願他們在天上都可以當個快樂天使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訂閱 這邊下部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